前方貨車車斗上 一塊大約長一公尺 寬八十公分的超大鐵片 搖晃兩下 嚇一喵 一面飛過來 信號是從車身的側邊閃過 鐵片持續向後滾動 沉越兩個車道後倒在了路邊 目擊駕駛捏了一把冷汗 馬上切換車道要閃避 驚險瞬間就出現在 西濱快速道路苗栗路段 當時駕駛途中遇到這飛天鐵片 幸好沒有被砸中 不過差點就上演 絕命終結戰的戲碼 駕駛器得到網路上發文表示 近日公安事件頻傳 不只是人行道 就連快速道路都會遇上 飛來橫貨 請大車駕駛一定要注意 小心捆綁貨物 不要因為一時的疏忽 造成別人的遺憾 台61線上沿途會行進多處 工業區以及港口 大型車輛比例非常高 車流大 車上通常都會載運貨物 加上車速快 貨物掉下來 重力加速度非常危險 所在貨物掉落道路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處新台幣一萬兩千元 駕駛人應計違規點數兩點 及接受道路交通安全獎金 警方表示戶戶沒有綁緊 依法可開罰一萬兩千元的罰還 但是罰金是小事 千萬不能因為一時疏忽 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TVBS新聞 謝果精神取決量反應苗栗 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